我向文教工业基金会和EDC全中探射中心来合作的建立委员作业 希望向文教工业基金会和EDC全中探射中心合作 建立委员作业 希望向文教工业基金会和EDC全中探射中心合作 以前来到上课各种进行库庭 受到核心的教育 了解建立不只是建立 是文化、技术、美学和科技的结合 除了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教我们一些建筑的知识 再加上我们上课的时候有分组 然后我们一起从地基到建筑模型 然后我们还盖了许多有趣的建筑 我们这组盖的是风火轮 然后我们还有三栋自家的建筑 有一些餐厅 然后我们还有一栋很高的建筑 跟一个很有趣的模型 那远雄集团远雄文教基金会 这次跟我们合作 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透过 用建筑学群方式的一些实作课程 可以在这样子的课程里面当中 让同学去产生自己的建筑的兴趣 进而是不是我们可以发掘出未来一个建筑大师贝育民 这样子 建筑各人生活是是相关 建筑包括了美学、世界文化、工人、技术经济方向 结合了各种科技、体系和行业 当初家里一开始要做装潢 然后我就跟我爸讲说 我请你来一起来帮忙 我们就搬那个水泥 然后跟它和在一起 然后从砖头做到那个漆墙 然后又把它吐油漆 然后吐好 所以在手术方面我也就是还蛮有兴趣的 有时候会做一些小微型的房子 然后一比一大小那种 就是把它比例弄出来 然后自己做 所以还不算陌生 蛮喜欢的 那不要因为双溪高中 或是其他比较偏远的学校 因为距离比较远 或是资源比较不丰富 而没办法有获得跟市区一样的学习资源 那所以这一次我们是执行的第二所 那这个部分都是永远雄文教基金会所 所出资 建权整个月是做贏参与的学校 通过台下建权教育以及专业建权 断了解建权整个月和事务 帮助他们判断未来的方向 通过是做体验建权和客户河沟通的规定 然是现在高中心最后缺块的表达力 和随后别人的领域 组织和建立专业的作用 记者担有维 相机报道